就是我是这整个团队的领导人 政府是一体的 这一次这件事情 要由我来负完全的责任 没有做好 我深知检讨 我也谢谢各方指教跟亮姐 有些人还骂到卫福部 卫福部是卫生狐狸部 所以这个救急救成福利的部分当然有 但你想想 陈部长四个多月来 带着所有的同仁为国人防疫罢官 你还要他怎样 那他底下的这个福利部的同仁 也才那么一些人 突然增加这么多的工作 从中央到地方 你想想看 实在是都是加出来的工作 同样在第一线那些乡镇工所 柜台的承办人员 这也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碰到 也都是新加出来的工作 所以对这些公务人员来说也都是第一次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的同仁帮忙 我向国人同胞 诚挚地表示没有做好 应该是我的责任 请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 卫生福利部 卫生福利部本来为了就是卫生方面的事务之外 那福利是本部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当社会在防疫在辛苦的时候 那怎么样照顾最弱势的同胞们 就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不过呢 这一次因为在这个名单里面 跟我们的低收入户 或是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或是以前急难救助的对象 事实上都有一些相同 有一些不同 所以在名单的整理 跟名单的一个审核上面 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困障 那本部在执行这样的业务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相关的事务 所以对地方基层的工作人员 带来很大的困障 我在这里也要跟他们讲一声谢谢 大家辛苦了 我们希望救急救穷 能够深刻检讨 简化程序 所以你只要带着身份证 你签了切捷 政府就给你受理 本来你应该有这一些文件来证明 但你如果没有办法拿出来 你没有带来没关系 你切捷 就说理 这些政府来帮你查 所以希望国内同胞 也不是马上到 马上拿着身份证马上零 还是要让政府有一些时间来查核 那你签了切捷书就可以 那我们来帮你查 所以我们快速收件 由中央来审核 基层免责 所以这一切 是中央决定的政策 所以基层不用负任何责任 那 这不是卖火车票 卖完就没有 这只要符合条件 政府 就会给你这个钱 那时间 申请的时间到6月30号 所以大家不用急 大家在这个期限前都可以办理 那政府收件以后 资料如果备得很齐全 那大概三到五个工作天 就可以入账 政府要查资料 总是要给政府工作人员 从收件 整理 勾集 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会尽快的 就相关的资料进行查记 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料 政府帮你查 大概最晚 在两个礼拜内 就可以入账 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说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自己都是受害者 那为什么别人有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状况 这个是 谢谢 这是很正常的心理状态 不过政府还是觉得 政府的资源 每一块钱 都是来自人民辛苦的纳税钱 政府应该要很严谨的来规划使用 这个如果 这个无差别的 年薪两百万的也给他 其实对他不是那么样重要 当然他可能也有受疫情冲击 可是我们还是把钱集中给更需要的人 这样才叫做救急救穷 如果有钱也给他 看起来很公平 政府反而比较没事 但是看起来是 好像这个钱不是用在到位 钱是用在刀口上 政府是该这样比较严谨 其实这次的我们这个扩大纾困 就是针对 这些相关以前没有被照顾到的人 所以他最主要是 他生活已经有一些困难 收入有减低 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险 然后最后就是他的存款 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是1.5倍以下 有一定的补助 1到3万 然后1.5倍到2万就有补助 而不在于他身份别 最主要是收入有减少 生活有困顿 不在原有的保险 而需要我们政府的帮助 都会在这里面 也因为就是本来就不在 我们的一个名单里面 所以颁发起来会特别的困难 可能很多民众一听我礼拜一讲 就急着好像赶快来申请 赶快好像抢着 不然会好像就领不到了 不会啦 我就讲到6月30号 所以时间还这样 也许你慢两天 就人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请各位 我们今天之所以出来 除了道谢 道歉 我们最重要是要告诉民众 其实是6月30号以前都可以 要告诉民众 我们深刻检讨 简化了程序 我们告诉民众 我们由中央 由我负完全的责任 地方免责 那我希望大家互相体谅 一起来帮忙 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已经有营充长了 我们永远